狐狸猫很喜欢养鱼 甚至给鱼取名字 它最喜欢的鲸鱼叫茉莉 茉莉全身白色 头顶有一片红色 像带点红帽子 当狐狸猫喂饲料时 茉莉总会游过来与狐狸猫亲近 那样十分可爱 有一天茉莉突然死了 狐狸猫很伤心 希望鲸鱼茉莉能死而复生 但它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昨天我在喂鱼时 才发现我最喜欢的鲸鱼茉莉突然死了 我好伤心 它跟我很亲近 我好希望它能活过来 或是再养一条一模一样的鲸鱼 我能理解狐狸猫很伤心 如果我的宠物突然死了 我也会很难过 我可以帮忙狐狸猫 找一条类似的鲸鱼 但是鲸鱼是透过有幸生殖生下小鱼 遗传物质变异大 我想不可能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鲸鱼 小树蛙插嘴说 你们知道桃栗羊吗 它刚好是满足狐狸猫心愿的答案 桃栗羊 其种叫桃栗品种的羊吗 不是 桃栗羊是一只复制羊 科学家取名叫桃栗 他跟提供遗传物质的白面母羊 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吗 羊可以复制 听起来好不可思议 我们之前有学过基因 可以控制性状表现 如果我们让胚胎细胞 拥有相同的遗传物质 是不是可以产生一样的个体呢 听起来很有道理 这是生物复制的技术吗 是的 生物复制也是科学家 在进行发展的生物技术 关于详细内容 让我们来请教老师吧 老师 刚刚听小树蛙说 生物复制技术 可以制造出一模一样的个体 这是真的吗 是的 利用生物复制技术 可产生与原个体 具有相同基因的后代 最早在1950年代开始 就有科学家 移植胚胎细胞的细胞核 到卵细胞内 再经过细胞分裂 发育为成熟个体 有许多成功的例子 例如青蛙 鱼 羊等 到1997年 英国研究团队 公布了第一只将成体体细胞的细胞核 移植到卵细胞内 经过发育而成为成熟个体的哺乳动物 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复制羊 桃利 在1996年 英国的研究人员 从一只成年的白面母羊身上 取出乳腺细胞 再从一只黑面母羊体内 取出卵细胞 并去除细胞核 将去除细胞核的卵细胞 与乳腺细胞融合 经细胞分裂 发育成胚胎 然后植入另一只黑面母羊的子宫内发育 经过150天 小羊桃利就诞生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桃利羊 是复制生物的著名例子吗 老师刚刚说 早期研究是使用胚胎细胞的细胞核 来进行复制 桃利羊则是使用成年母羊乳腺细胞的细胞核 这是很大的进展 小猪娃说对了 桃利羊的成功意味着 已经分化的体细胞也可用于复制生物 这是生物复制技术的重大进展 后来科学家陆续利用已经分化的体细胞 成功复制了牛、猪、马和猴等 太棒了 那么就可以使用我养的鲸鱼 茉莉的体细胞细胞核 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鲸鱼咯 理论上是可行的 复制的生物个体能表现出原有生物的特性 因此科学家会将此技术应用于农业、鱼业及畜牧业 可以帮助保存生物的优良品种 在桃利羊复制的例子中 小羊桃利的性状特征会与哪一只动物相同呢? A. 提供卵细胞的黑面母羊 B. 提供乳腺细胞的白面母羊 C. 提供发育子宫的黑面母羊 答案B. 解析 发育小羊桃利的细胞核来自于乳腺细胞 因此遗传物质与提供乳腺细胞的白面母羊相同 性状特征也会与白面母羊相同 生物技术是指操控生物来提供生物产品 例如酿酒、制作面包、生产抗生素、疫苗或药物等 改善我们的生活 上一堂与这堂课介绍了现今有关生物技术的发展 接下来让同学们想一想 从生活、生态、伦理道德、法律或社会等层面思考 当我们持续生物技术研究时 有哪些优点与真理性的问题呢? 我想经过基因转值改造后的农作物 因为具有抗病虫害基因 产量高可以提供更充足的食物 没错 经由生物技术诞生的农作物 产量高甚至营养成分更佳 能帮助贫穷地区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我知道!有研究单位结合基因转值与生物复制技术 创造出基因改造的复制生物 例如让乳牛乳汁的成分更接近人类母乳 再复制这些乳牛 以提供更充足的牛奶喂饱婴儿 小树仔的知识很丰富 像这类研究成功的话 的确可以帮助喂饱婴儿 如果大量复制某一生物个体 那么它们的基因都会相同 将会降低这种生物的遗传变异 狐狸猫说得对 如此会降低该生物的遗传物质变异 这是应该要注意的 之前讨论过基因转值后的生物 不能随意放到野外 因为它们带有较强竞争力的基因 会影响野生种的生存 我想复制生物也不应随意野放 以免影响自然生态的平衡 麦麦说得很对 基因转值后的生物或复制生物 都不能随意流放到野外 这都会影响原本的生态 我想到的是 可以运用基因转值技术 在人类胚胎上吗 能研究复制人吗 李李提到将生物技术运用于人类 这是极具道德争议的问题 例如 基因改造人类或复制人类 是否具有人权 如果转值外来生物的基因 对这个实验人体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供研究实验使用 而该被随意对待或销毁吗 它们应该被关在实验室里一辈子吗 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 这就是生物技术用于人类实验时 各国均有法律限制的原因 如果真的出现实验人类 那么我们的社会秩序 势必将有重大改变 文理道德也将受到挑战 这些都值得深思 下列有关生物技术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经过基因转值的农作物 对动植物无害 能大量栽种于野外 B 新冠肺炎疫苗 不属于生物技术的产物 C 在进行生物复制研究时 应考虑生态 伦理道德 社会法律等层面问题 答案 C 解析 A 生物技术下的动植物 不应任意野放或大量栽种于野外 以免影响生态 B 疫苗属于生物技术的产物 1 利用生物复制技术 可产出与原个体拥有相同基因的后代 2 经生物技术诞生的产物 可能具有生态 伦理道德 法律或社会层面等争议性问题值得深思 最后来和狐狸猫一起动动脑吧 近几年 科学家研发出基因编辑技术 可对基因做更精准的修改 你认为这项技术可以运用在哪些方面 存在着什么隐忧与争议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